黃龜? 謝嘍 每日一看熊熊 就是只有這個時間可以看 這時間過了基本上就很難看到熊熊 因為他後面就不會給我爆了 他就知道我開始工作了 所以他要開始迴避鏡頭 大家早安 為什麼是早安 是晚安吧 晚安 耶 終於有活動可以見面了 耶 耶 身為唯一的九月獸星 終於蹭到了十月的生日會了 現在還很早 沒錯對夜貓來說現在是蠻早的 你踩我的鍵盤就表示你要露臉一次 哈囉 大家晚安 今天剛剪的頭髮 請問各位 不要 好 還是不要黑色喔 直接吧 剛剪的頭髮 而且從主持人 B掌從主持人到時候我心裡每個人都有毛 欸 真的耶 太直了吧 對啊 剛剪的頭髮 各位 試問如何 CD 予約しました 耶 謝謝 以外貓真好看 這小貓很可愛吧 對啊 頭變小了 對啊 就是 沒有那麼厚重嘛 因為我沒有動長度 我就打薄 然後整個被的很清爽 這是我早就該做的事情 這是我疫情時間真的是 超級懶得去美髮店的 然後也超不想出門 髮色感覺變態蠻多的 對啊 就是 它原本是 其實我今年做了一個小改變 就是 我今年的髮色從 深藍色變成了 寶寶藍 就是那種藍灰色 可是它最近就是 有點退到 變得有點 灰色的感覺 之後如果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應該就會趕快再去染一下 之類的嗎 可是就是變得比較明顯了吧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灰色 灰色也不錯 就是整個 很酷 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啊 大家晚安 對 生為9月壽星很開心 可以蹭到10月壽星的生日會 因為 生為就是 整個TINTP裡面 唯一的9月壽星呢 我的生日會 往常都是 不是跟 就是8月的人一起 就是跟10月的人一起 這樣子 就是因為9月沒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舉辦 所以就 去年是跟8月 然後再去 前年是跟10月 還有11月的人 就是10月的人一 11月的人一個 然後10月的人兩個 這次是我第二次跟雲爵一起辦生日會了 好怕搶不到票 大家加油 因為這次的位置應該也比較少 就是 防疫 防疫的那個 規定嘛 所以就是位置應該也比較少 那 希望大家 可以加油 場票加油 希望熊貓們場票加油 大家都會來B場的對吧 然後 欸 因為我其實 覺得蠻幸運 就是前陣子的 前陣子大家不是都只能 辦那個 摸一下喔 摸一下喔 放歌 沒關係 就是希望 我忘記他講什麼 就是覺得蠻幸運就是可以辦卸下的活動嗎 因為我們前陣子的生日會全部都是線上嘛 線上線上 然後這次辦的線下 所以就又可以設計自己的 雙瓶 然後又可以就實際見到大家 然後讓大家幫我們慶生 就覺得 讚讚 覺得蠻幸運的 晚上好 晚上好 晚安 這有點亮 對啊 大家原本是不是也以為說 就是十月感覺也是辦線上 怎樣 就 這一次呢 就是 成功的可以辦線下的 生日會啦 感覺很久違 對不對 就是很久沒有 在線下的形式見到大家 然後 啊 不然說難後了 恭喜恭喜 謝謝 恭喜恭喜謝謝 對啊然後這一次我們的生日會的主持人是益佳 一家 所以應該 氣氛 的問題不用太擔心吧 我原本有想說就是我們四個人的組合 會不會比較 安靜一點 然後 後來看了主持人想 欸應該還OK 有對波樂的頭髮去剪喔 謝謝你有發現 欸有配到就是今天的灰色影眼 晚安伯樂晚安 這個月公演應該都會是線下吧 請關注我們的最新消息 剪頭髮又懶了 沒有懶喔 只有剪頭髮 對 只有剪頭髮 應該滿明顯剪頭髮的部分 可是我長度沒有動 所以其實頭髮髮長 現在還是 挺長的 就是挺長的這樣子 然後剛好今天穿著一個 黑色系的風格 所以就 頭髮很明顯 對的 我的染色已經藏不住了 這樣很好啊 覺得開心就是 最近活動開始動起來的感覺 生日會 三日會 三日會 要參報 國書會來我們B場吧 會來的吧 等你喔 等各位熊毛啊 很熊 然後再來就是十月的公演 耶 十月還有公演 那最重要就是 十月有很多很多 有柏林的東西 就是 有生日會 有公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五大發行 耶 今天已經倒數第八天啦 我們的發售日是十月十五號 那今天開始就已經有那個 他叫倒數影片嗎 之類的東西 然後 今天是施雅是不是 就是 還在等朋友把生日提寄回來給我 剛剛有說超讚的制服 對了 我們的制服公開了 耶 我終於可以聊制服的部分了 五蛋的制服很好看耶 我也這麼覺得 不覺得就是 藍色很讚嗎 就是我很喜歡藍色 然後 很榮幸可以參與到這一次的單曲 穿上這個藍色的制服 就是穿上我最喜歡的藍色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超喜歡藍色的 我真的超喜歡藍色 而且我很喜歡 我最喜歡的就是格紋 格紋跟藍色 然後這一個制服就是完美的 承載了兩樣我最喜歡的衣服的元素 就是我非常喜歡格紋跟那個藍色 就是深藍色淺藍色水藍色其實都可以 就覺得說 哇很開心就是 第一次看到制服的時候就很漂亮 然後 其實就是這個制服還蠻多 細節就是都還蠻可愛 就是除了大家的制服其實都不太一樣 就是有四種嗎 目前我記得有三種 三種應該是三種吧 三種制服 然後 就是它的袖子 它的袖子這一邊 因為它是短袖 短袖制服 可是它有一個很像翅膀的花邊 就是它有一個白色的荷葉邊 那那個荷葉邊就是會看起來很像一個翅膀在這邊 然後它的制服的顏色嗎 就是藍白 藍加白這兩個元素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金色 一點點的金邊 就是會有 扭扣上面可能有金色啊 或者是衣服有金邊 那其實這一次的制服 感覺是特別的精緻 然後 顏色特別的夢幻 應該算是我們最夢幻的一套制服 因為我們以往的制服 像我們第一套小橘 就是比較偏台灣元素 然後有活力的橘色 它是亮橘色嘛 然後是客家花布 那我其實也蠻喜歡小橘 因為我覺得小橘穿起來 比例看起來很好看 對 而且它是白遮裙 然後有黃色的配色 然後藍色的蝴蝶 其實它就是有一種 代表很代表TP的一個標誌性的制服吧 再來二單的制服就是 有很多很多各種地標 然後它很像馬戲團的感覺 有一種馬戲團風 跟那種紅白配色 再來是三單制服 三單制服就是走一個比較優雅的 因為三單是冬天初的單曲 所以那時候的衣服是長袖 那長袖就是咖啡色配黃色的裙子 黃色的裙子 就是一種比較 嗯 溫暖嗎 比較溫暖的感覺吧 有沒有 就是一個很優雅典雅的感覺 那四單是走一個冒險家 冒險家系列 冒險家風格的衣服吧 就是 它就是灰色 然後紅色、藍色、白色 但它的底色是灰色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很適合出去探險的衣服 因為巫吼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蠻活力的 然後 要去森林裡面 要去荒島求生探險 所以就是我們制服 就是很符合這個 歌曲這樣 那再來是五單 就是現在的五單 我們這首歌是 一秒一秒約好 那它的 歌詞裡面有泡泡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 它的風格也是比較 偏清甜 然後 可愛 夢幻 的歌曲 所以它的制服這次就是走一個 就是還是很標準 就是很像很 很48的那個 很48的感覺 很48的制服風 然後 顏色就是 整個就是藍色 真的很漂亮 童軍冒險風 對啊 然後有人的是領結 那有人的是蝴蝶結 那有人的是絲帶這樣子 就有很多不同的制服 然後 頭飾其實也都蠻漂亮的 那髮型也是 有些人的髮型也改變了 兩倍糖的感覺 所以它跟我覺得走一個 清甜的風 對啊 今天都可以開始講制服了 我就覺得很開心吧 我覺得很難得看到 我們的制服是 真的那麼藍的顏色 我就覺得 讚啦 我就覺得我的頭髮 剛好可以配到這一段制服 所以我就去染了一個 薄薄藍 就是把原本的深藍色 染淺一點 走個淺藍風格 你的耳環有巨蝴吧 對阿 我的耳環是一個很大的星星 是一些小藍的套 你說Only Today嗎 Only Today 其實也算是 藍色制服嗎 可是因為Only Today 有點 吊帶裙的感覺 它不是學院風 這樣說的話 其實這一套 跟Only Today也蠻像的 我已經帶髮骨 對啊 我的髮飾是 就是 髮骨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就是 我身上正式生以後的第一張單曲 所以就是 這次的我有髮飾 就是 比起以往的單曲 我這次 的服裝就是多了髮飾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髮飾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簡單的髮飾 就是不是複雜的 因為它就是有點 看大家的風格跟個性 去做的 一個搭配 就是它那個髮飾 那 因為我就是 不太適合太 雞花的東西 所以我的髮飾是一個 髮骨 然後上面有小小的蝴蝶結 一點點 一點點這樣子 這套我脖子 喔真的嗎 欸對 Only Today那套沒有脖子 因為Only Today的那個 領子很高 在這裡 可是我其實覺得 Only Today 也不錯啦 就是 那時候拍Only TodayMV的時候 覺得 還蠻好看的 濾鏡跟制服搭配起來 只是那個地板有點 地板有點 就是 地板有點高雜 星星有還感覺很重 還好 不太重 只是 存在感有點過高 如何大家覺得這次的單曲 制服 先憑制服的話 我個人是給 我個人是給 如果十分是滿分的話 我個人是給 七分 八分好了 因為有 我個人私信的部分 是我個人喜歡 藍色跟 格紋的部分 應該要問問大家 就是 這套新制服裡面 大家最喜歡的是哪個部分 我給九分 我已經講完了 就是我最喜歡藍色跟格紋的部分 這就是我喜歡那兩個部分 我給九分 真的嗎 這麼喜歡 你看到真的很驚艷 對啊那時候其實 換上制服的時候 就很期待 大家看到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回想 這次的鞋根應該沒有之前那麼高 沒有之前那麼高 可是這次穿的鞋子比較 就是 我們這次穿的鞋子 它其實 我在想以前的鞋子 因為你看一單跟二單的鞋子 滿像的 他們就是一個包到腳踝的鞋子 三單的鞋子是 有綁帶的 綁帶的高跟鞋 那四單的鞋子也是 就是有點像 有點偏馬丁靴的那種感覺 那五單這次是一個高跟鞋 那它高跟鞋就是 只包到腳趾那邊 所以其實這個鞋子 沒有那麼高 對它沒有到很高 對啊它沒有包覆也沒有綁帶 而且它是白色的 就是 它是我們第一雙白鞋 就是我們以往的 單曲 前四張單曲 全部都是黑色的鞋子 然後這次的單曲 是白色的鞋子 但我覺得 衣服蠻好看的啊 蠢蠢在舔自己 還應該準備要睡覺 從這邊看起來蠻高的 我覺得還可以 可是穿那個鞋子跳舞 還是有點困難 有一些動作 就是 穿那個鞋子的時候 其實有點 難跳 然後 就是要花時間適應 吧 因為它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適合跳舞 我覺得 我覺得最適合跳舞的鞋子 應該是那個 就是 巫吼 巫吼的鞋子 比較好跳舞 然後 一二三單的鞋子 感覺都不好跳舞 尤其是三單 三單那個鞋根好高喔 嗯哼 我在看熊熊在幹嘛 等一下 在床上耍可愛 明天就預告一波啦 而且其實這次我覺得單曲封面還不錯嘛 就是 跟以往比起來它比較不一樣 就是 以前 像有 就是我覺得以前 它有點偏二單的感覺吧 就是 你看一三 欸不對 它就是偏 二單的感覺也沒有 因為就是一三單它是 直接用照片當封面嘛 就是它直接拍 然後用背景 拍那個背景跟人 然後全體這樣拍完 然後變封面 然後二單跟 啊它應該比較像四單 就是二單 二單也是大家拍個合照 然後去背 然後就放那個背景這樣 然後四單是 把很多很多的個人照 剪下來 就跟現在 這一次五單很像 就是很多人的個人照 剪下來 然後平貼平貼平貼 然後最後就後面做那個美璇 然後這次五單滿特別 就是五單就是個人的鏡頭 個人的照片嘛 個人的那個 Pose 然後 拍十六個人 然後 就是封面 再另外繪製這樣子 對啊 邊框滿有特色 間隔太大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故意兩個兩個 就是兩個兩個配啊 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只有 就是center是一個人 然後 外面的都是兩個兩個 啊 雨林就是剛好沒有人配 所以它是一個人 對 四單的修圖嘛 我就覺得就是四單的色彩有點過於鮮豔 跟二單一樣 就是四單跟二單的封面 我都覺得太鮮豔 其實我比較偏喜歡一單跟三單的封面 就是我喜歡 所有人在那個畫面裡面 同時拍好的那個感覺 就是我 就是相較於平貼的話 我更喜歡就是一張照片 然後就決定它當封面這種感覺 可是這次五單的封面 我自己也覺得蠻可愛的 就是它蠻有個人風格 然後 顏色對比嗎 之類的 所以可能是那封聲鮮 其實我沒有很仔細看過那個聲鮮 我只有看過那個明信片 被移到那邊去了 OK 小小好可愛喔 他在那看著我耶 嗯 可愛 但就CD方面的話喜歡夕陽 我也覺得夕陽夕節也不錯 然後一單的話是覺得說 那個車廂嘛 火車車廂的封面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五單的封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美式漫畫的感覺 就是線條很 硬邦邦那種感覺 就是它那種鋸齒狀啊 還是箭頭啊那種 就是有一種 美式卡曼的感覺 對 喔對啊 一單的那時候還有分A封面跟B封面嘛 就是 也有兩首歌 有往直前跟櫻花半 然後那時候就有兩種封面 然後這次五單是收錄三首歌曲 就是 一秒一秒約好了 機會的順序 就是我們去年猜拳的單曲 其實就是覺得說 猜拳的單曲 真的是等了蠻久才發的 就是 感覺大家也等蠻久的 再來就是 那個也是去年決定的 Sakura族的 歌曲嘛 那個未來的果實 對啊還有點陣 網點的感覺 對就覺得很像漫畫 但其實我已經看過 就是大致實體的CD長怎樣 就是包括 歌詞本啊 還是背面之類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其實還不錯 就是 我覺得大家先不要只看封面 就是其實 整體設計嘛 因為你 不能單靠封面去決定這個CD的整體美感是怎樣 就是你可能還要看過背面啊 還要再看過裡面 歌詞本你就會覺得 喔原來他是走這個風格 然後你會覺得其實 整體感還蠻美的 蠻漂亮蠻可愛的 所以就 大家來期待一下就是 歌詞本跟 封底 的照片嗎 還有就是設計圖這樣子 還要看成員生血 對成員生血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就是這次的是新制服嘛 然後是一個全新的色調 所以就是 我覺得大家拿到生血針感覺的感覺 感覺的那種 拿到生血針的感覺 應該也是挺不一樣的 比四單好吧 我覺得一定有吧 因為這次的生血 欸 四單的生血是每個人有幾張啊 每個人有幾張 因為這次五單的生血是一個人三張嘛 然後16個選拔所以一共是48張 都是三張 就跟 每個月的生血針一樣都是三張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月 就是不是這個月 這個 五單的生血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也看過 對就是 我都看過了 所以 我覺得 大家應該會喜歡嗎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 三張一套 對啊 就是五單也是三張一套 就是半身然後全身跟大頭 大頭生血 對的然後 就是 因為是首次的原創曲 所以 MV嗎 MV也可以請大家好好期待 就是MV 就是其實 說實在MV我沒看過了 對 我是覺得蠻喜歡MV的這樣 個人是蠻喜歡MV的 因為這首歌 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 我一開始對歌詞沒有 抱有太多 就是 延伸出去的想法你知道嗎 就可能有人會說 喔這首歌就是在講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看歌詞 我就覺得 嗯這是一首可愛的歌 所以我就開始錄 就是 吹一顆包包 把自己打包 然後我就錄嘛 然後錄錄 錄之前的時候 就是 老師 錄音老師就有跟我講了 這首歌歌詞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 我就聽了以後覺得說 蛤原來 這個意義有這麼深喔 就是我真的完全 可是聽老師這麼講 我在看著歌詞 我就覺得 欸好像真的有這個感覺 就是 了解這種 老師對於這首歌的想法 所以我就 以這個心情下去錄音了 這樣子 它有很多洗腦的片段吧 就是很多 Key這麼低啊 沒有 很高 我唱得上去 我跟你講 一開始錄音老師還想說 柏林你是不是會 你會不適合這首歌 我就想說我也覺得 我也在想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首歌 我一開始就想說 嗯我們原創期會不會唱一首帥氣的 或是比較 節奏快一點的歌 這樣 或是像以往一樣的活力歌 嗚吼嗚吼吼 我就唱得很開心啊 可是 唱起來很難嗎 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它的Key都蠻高的 它的歌曲Key其實都蠻高的 那時候聽到 就是Demo帶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 好高喔 就是 而且你要很可愛的唱 因為這首歌就是一個 甜美風格的歌曲 然後我進錄一次的時候 就先被調侃說 啊柏林 這首歌你可以嗎 你風格駕馭的了嗎 我就說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就跟我講那個故事 就叫我就是要 我唱我的那一part的時候 要想什麼事情 就是 要用什麼心情去唱 然後語氣大概就是要 怎麼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重錄了幾次這樣 然後 漸漸的找到那個感覺 然後 就開始錄音 唱完以後老師給我的評語是 欸 你意外的蠻適合這首歌的耶 我就說謝謝 對 意外的 博林很適合這首歌 笑死 它就是很可愛的歌啊 然後就是你先要很可愛 全一顆泡泡 把自己打包 熟悉的風帶我跳進你 為你閃耀 專屬的味道 幸福感重爆 一秒一秒 約好 一秒一秒 抓牢 燈燈燈 然後就沒有 一秒一秒 驚喜 你這個不是平常的聲音 可是我唱這首歌 我唱這個單曲就是這個聲音喔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謝謝阿正的紅包喔 還是我來出一個舞單的cover好了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吹一顆泡泡 我沒有唱多喔 我記得唱 只能唱到哪 把自己打包 只要用很多鼻腔去唱歌 好笑 solo版 要吵 怎麼太甜了 專屬的味道 所以我這個歌詞真的很甜耶 就是真的是很甜美的歌耶 我就是很擔心 我真的想說這歌詞我唱得出來嗎 就是 我會不會唱得上自己笑唱 幸福感 充飽 希望大家聽了也可以 幸福感充飽 可以唱完整首嗎 要休息在G上 一秒一秒 約好 一秒一秒 抓牢 登登登 蠻好聽的吧 這首歌其實就是蠻洗腦的 我覺得大家聽了幾次應該就會唱了 因為我的demo帶嗎 我大概聽了兩次 左右 我就唱得出來了 我就唱得出來大致的段落 你懂嗎 就是 我覺得很洗腦 而且我就是聽完以後就覺得說 好笑要趕快錄喔 因為我覺得 就是不知道錄出來會是怎麼樣 搖滾版的cover 水一顆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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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打包 呵呵 就要用胸腔唱是不是 濕濕的風帶我 跳進你懷裡閃耀 我真的太突兀吧 就是感覺 錄音會被趕出去 專屬的味道 幸福感充飽 一秒一秒 約好 哈哈 好笑喔 這樣才會被趕出去吧 好笑喔 因為講真的就是 我在唱 我們團的歌的時候 就是在唱 在唱 這個男生版不錯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這是男生版 什麼意思 應該錄這個吧 又死槍槍會被趕死 我跟你們講 就是我錄 Tim TP的歌嗎 從來從來 都沒有用過我真實的 就是唱歌的方式去唱過 就是會有兩種唱槍 唱不同歌 因為這是必須要配合歌曲的感覺 那我們的歌曲 通常都是比較走可愛風的 像我唱烏猴的時候 我也不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唱啊 我唯一唯一 用自己的方式一次 是在TP band 唱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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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不是奇唱嗎 就是唯一的 樂手可以唱歌的部分 就是那一句 那一句 那我錄的時候 我就是 這句非常的帥氣 我自己錄完很滿意 所以好像聽不太出來 有我的聲音 然後還有那一個 好像就只有這句 我唱那個 我唱那個 很可愛 這首歌才會有元氣感 揮舞高知的全夜夜夜 將灰暗低迷的空氣都全飛 夜夜夜 那個夜夜 就是你要很 很很很 很可愛 耶耶耶 很有元氣 然後還有二丹 二丹的時候其實我是掃瞎的情況去錄的 所以我很努力的在唱 耀眼的太陽 連心眼的紅紅 沸騰了 脈搏 綻放笑容 來一場 TTP Festival 掀起狂歡的漩渦 音樂多汹湧 我們生死理解 不風不休 就是你唱歌的情緒吧 情緒要在裡面 因為你總不能就是 你跳這個歌的時候 你拍MV的時候 你用一個很可愛的方式去拍 之後你唱的是一個很帥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對不上人 我要躺到屏 天啊 還唱在Only Today啊 只要有你 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愛的你 彷彿過去 連墨跡也一如往昔 還有 我不知道是唱哪一句 然後四單 四單那時候收錄的哪些歌 鬼滅很帥的唱法 對就是鬼滅也跳脫出大家以往對我的框架 我也不知道 大家之前可能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喜歡唱歌真心 然後就是 差不多有機會唱紅電話 我也不知道什麼之後 突然會想要錄這個東西 就是 那時候看很多人cover 然後就覺得喔他想要cover 然後那時候就隨便問問看 就沒想到竟然答應了 然後我就開始錄 然後錄完以後 就是我自己也蠻緊張的 發出去不知道大家的反應會是如何這樣 然後結果反應還不錯 就很開心 繼續 就繼續錄囉 用可愛版啦 就是愛豆版 這是愛豆版 小船在瞪我 我現在貓也不爽我了 超什麼東西 唱那個 呃 歌手 歌唱那 跟妳 唱的 躲迷惑心 優惨 心意だけじゃ 忘れないものがある わかってるけど 水面下で変わらず 落空 スキで見える キゼリテンバス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I don't need you 一世在の花より 一頭水滴されて一輪が美しい 這樣唱 好像也可以 因為原本的話是 欺騙的天罰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I don't need you 一世在の花より 瞳続け咲いたいチリンが美しい 就是會是兩種方式 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可以這樣切來切去的話 水中起來吃東西 乱暴にしいつめられた 他現在Lisa又要幫鬼魅唱新歌了 我之後如果跟上的話 再來一波 開心 還有那個Homura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Homura 我還蠻喜歡我自己的Homura 就是那個演 就是 但紅蓮華是第一個作品 就是大家喜歡這樣 然後我也很喜歡 可是我其實自己個人更喜歡 露演的那個手 我喜歡不可愛那邊 上次好 當然是沒有不好也沒有好啊 就是也不能說沒有好 就是蠻好的 都很好 就是你不管喜歡哪一邊 其實都很好 因為都是我 都很好啊 我們可以用 手伸ばしー 投げ止めたー 貓しー 光の束ー 還蠻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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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いてきれてたー 日愛のためにー 託されたー 幸せ度ー 約束ー 超えてーゆーこー 還在跟他親鳥 羽ばたいたーなー もっとらないー いーどいーってー あおい あおい あのそらー 熊熊版 這是熊熊版 啊啊啊 熊熊 熊熊叫聲 你知道就是結晶自從來過我家以後 他就在學熊熊叫聲 然後就覺得他超煩的 因為他一直覺得熊熊叫聲很好笑 他覺得他一直在消費我家的貓 我現在在狂笑 有沒有誇張嗎 熊熊 來喔 我跟熊熊帶了相圈 然後 那個相圈一開始有鈴鐺 然後熊熊整個人就是 一直在尋找那個鈴鐺的聲音在哪 他就在原地龍捲風 後來我把鈴鐺拆掉以後 他就很正常了 可是我還在想說 就是他 究竟適不適合帶項圈呢 好像還好 可能之後就拿掉了 這很潔心欸 我最喜歡大家的本音 我覺得就是 你用什麼地方講話吧 就是 你要用什麼地方講話 就是用什麼樣的聲音 就是 你用胸腔 因為我平常都用胸腔講話 所以我的聲音就是會比較低 可是如果你就是用鼻音講話的話 你的聲音就可以像這樣喔 雖然是有點低啦 可是是喔 就是 聽起來會比較溫柔一點 因為比較討厭一點 現在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AKB4T 聽TP的柏林 然後還要綁這樣 不 我五單的時候 應該要綁這個髮型的 我應該要綁這種髮型 大家好 這是怎樣 這樣 大家好 這是柏林 我沒有辦法綁那種太高的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只能綁這種 這樣蠻可愛的 謝謝 綁這種 超高的這種 蝴蝶犬 我就拿下麵筋 熊熊幫我站台 我發現我太沒電了 好好笑 欸咻 欸咻咻咻咻咻咻 欸不行我等一下用白色抱著 不然會反光 對 好的 小熊過來 阿達 找到你了 阿達 給大家看一下 熊熊的新項圈 其實我覺得蠻不適合他 還有耳朵 好 阿達 但其實他都待在家裡 但香水是要給神看 給我看嘛 熊熊好像 沒有特別喜歡 可能等一下下播就拿掉 但很可愛 有點可愛 小可愛 小小的也有點可愛 可是因為是熊熊嘛 熊熊做什麼都很可愛 可是我現在用剎筆筋要很小心 我不能讓他吃到 對啊我也覺得 新貓咪他不是新貓咪 他是舊貓咪 他已經來很久了 就是 可愛髮型 示意圖 NV1 浮蝶犬 我好痛喔 為什麼綁這種髮型都會這麼痛啊 我一直很慶幸我在TP的公視頭 從來都沒有這種髮型 還是我就綁這樣 就是怎樣 這還蠻好笑的 抱歉 什麼 我始終耶 周instant 等一下 1 為什麼 那猫 這是不是 你怎麼這麼痛啊 你為什麼 troops and 然後我爭上風 這個就拿地上風 不是 畫一笑 把這個頭髮移到後面去 欸他有點歪掉欸怎麼辦 這是什麼髮型 這是什麼超前衛的髮型 這是 想想看 他不立我 然後這是Level 1 然後 然後就是耳朵這樣子 他是耳朵 然後 如果拉出來就會變蝴蝶圈 這是什麼鬼 真的好失控喔 天啊 這頭髮超失控的 難怪我從來都沒有人推薦我要綁頭髮 因為真的不適合 喔 天啊 醜吧 好醜 很俏皮 謝謝 這樣子也蠻好看的 只是就是這樣真的是笑死我 大家好 泡下來好好吃我也覺得 好拿下來 很痛 對啊我覺得 很多垂人就是要用這種小胖 橡皮筋綁頭髮都很辛苦 因為 拆下來真的是蠻痛的 天啊 天啊 這樣綁一邊其實也是有的啦 也就是太大粗 好痛喔 佩瑞再好看 謝謝 你的畫很可愛 是因為是我嗎 好笑 是怎樣 我們不能這樣子 偷撩我 好 我們接下來走就是 其實我綁得很隨意 就是後面應該看起來很車禍 所以就是 蘋果頭就蠻高 蘋果頭是不錯 那我們現在綁是 我們的 甄選時期髮型 No.1 低雙馬尾 還有勾到我的耳環 要怎麼拆掉 當時你還是咖啡色頭髮 別提了 那個 染色失敗的頭髮 跟肥胖的嬰兒 肥雙甲 好的 結束 我們瞬間年輕了 三歲了 回到了 我們回到 征選時期 現在真的瘦了 當然 你看我的下巴 天啊 就是整個 疯掉 我們看買個綁更高 看我的極短髮 究竟可以 做出什麼樣的變化 我要告訴你們 不要再說短髮沒變化 短髮有變化 很多 我們很多變 我們買個中間位置左右的馬尾 因為我覺得中間就是極限 感覺會很好笑 感覺會很好笑 欸真的很好笑 好無聊喔 為什麼要做這麼無聊的事情 不靈 去讀書啦 嗯 怎麼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高 我現在在上級的那個 上級的海底總領人裡面那個牙套 妹 大家好 好像今天那個 對 牙套妹 可是 我沒有牙套 我牙套妹十年後 很好看耶 謝謝 好 那我們下一個公司頭就這樣囉 小姐你誰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跳這個的時候 還會打死旁邊的人 我是那個啊 雙馬尾 我是牙套妹 謝謝 謝謝 有啦 牙套妹戴過牙套 他十年後一定會變很好看好嗎 不然他戴牙套也太 沒意義了吧 好 阿布 我是那個 怪獸電影公司那個 阿布挑染 阿布學壞了 我把我的黑色轉到後 我把我的染頭髮 就轉到後面去 但就只是黑髮 其實感覺如果我頭髮留長一點的話 應該蠻適合這個髮型的吧 你們可以先 我先把尾端遮住 我們就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長髮窗吧 我大概是長這樣 我有看過就是 還有人會這樣綁嗎 就是把他綁成像 拉拉隊的人會這樣 呵呵 突然開始失控 所以我會一直以為我那一袋橡皮筋是吃的 就是拉一下 然後 綁到後面整根直的喔 可是我不知道綁不綁得高 好了 就是打開成這樣 嗚 嗚 是不是我也會罵髮型嗎 喔是嗎 好啦 我來跟小哥合照一張 配合度0耶 我去拿口紅了啦 我去拿他的肉子 他等一下你就理我 我跟你講 哼 想吃嗎 過來啊 我來跟小哥合照 我打他發出了肉泥大招 哼 叫啊 我去拿什麼 啊 我去拿一個 有沒有 我去拿 type 我去拿一個 你拿一個 啊 我去拿一個 我去拿一個 我去拿個 yl gak 來自依莎跟芮婷贈送的肉泥 拆蜂 好臭 可是貓咪很可愛 上來 啊!我弄到我的抱枕了 OMG 我上來吃 好可愛喔 好可愛 肉泥 好可愛 找我業配 你看怎麼這次都沒有逃走 我跟你講怎麼摸都不會走 好餓的樣子還沒有 他剛剛吃超多 他怎麼吃這麼狂暴 他都這樣子 因為他很愛這個 而且他現在指甲吃到跑出來 然後踩到我大船上 我快痛死了 他這個臉部真寧 好可愛喔 爬上來一點啊 小熊不會表情控管啊 他是美女 他是女生 等一下 我幫你擠 你不要搶了我的鏡頭 我們歡迎寄熊熊的肉泥 就是送熊熊 然後可以署名 送 就是收件人博小熊 我讀五毛 我讀五毛吃完就飽了 好我跟你講我讀十毛 趁機錄兩下 等一下 擠一下嘛 喔 十瓶不能上 可是是熊熊在吃 不是我來吃 可惜了 欸還有一小口 好了來囉 換了 媽媽抱一下 寫囉 喔喔喔喔 或是剛好沒問題 有問題沒檢查 那好吧 還是謹慎一點好了 帶去結紮跟打晶片喔 有啊 他已經有晶片 欸 你不可以關我的音樂啦 他已經有晶片了 晶片是我的名字 然後 結紮的話 要等他大一點 重量比較夠的時候 醫生說要等他重量夠的時候 才可以做手術 所以 大概要到十二月嗎 十二月左右 帶他去結紮 他好像滿可愛的 突然發現 再召喚出一根 沒有這不是零食 是橡皮琴 結果很好笑 沒有了 沒有東西吃了 你就謝實在 你吃完就不理我了 嗯 為什麼我頭髮 綁起來這麼小一顆啊 唉唷 再一次 嗯 嗯 喔哇 嗯 哼 好像太過分了 你自己滿意了 就這樣跑掉 好 他一條下面已經不知道去哪兒 這樣 欸可是不知道怎麼右邊都綁不起來 嚇死了 這樣子 喝個咚咚 喝個咚咚 交給安妮 咚咚 這是知道什麼髮型 羊眯眯嗎 小羊頭 小羊的頭髮 我把小羊的抓板抓過來一點 好像 一到 瞬間移動 這樣還可以近一點開小羊 剛剛好刺眼 什麼意思 剛剛是生日會的榜帳 可以考慮一下 先看我們生日會要走什麼風格吧 不知道這一次生日會的衣服要穿什麼 還沒有跟大家討論 去年是穿那個 去年是穿牛仔風 丹寧風 然後在前年是穿 黑白 黑色系 黑白色系 然後 然後 今年不知道會穿什麼 八加九風 去年是八加九 對去年是 八加九風 可是就是我們正名為丹寧風 也畢竟不能寫 靠死牙草妹 我跟果果 然後雲爵跟安安 我們四個人可以穿什麼 好問號 不知道穿啥 好 感覺包頭是不錯的選項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小熊真的很可愛 我跟你們講小熊眼睛超大的 而且我覺得小熊長得跟我很像 看看你跟果果的身高差 我跟果果的身高差 應該不會有 潔心跟果果的身高差來的 讓你們震撼吧 我看看我剩幾% 好 感覺等一下要去哪個充電線 所以大家等我一下下 等我一下喔 等我一下喔 開個燈 欸這個是垃圾熊哥不要吃的 他已經來了 充電線 出動 出動 出動我的快充頭 怎麼燈按 燈按 好咧 上來可以邊充電邊聊天了 太好了 上來不會有沒電這種事情發生了 今天在學校 忘記充電 所以手機就沒電 其實我這次去剪頭髮的瀏海沒怎麼動 然後他就有點 真的就是沒怎麼動 然後他就有點 有點長 而且這是我自己剪 嘟嘴 誒又嘟嘴唇 學校有偷電在 我上面有偷電 就是就是 剛好的地方可以充電 我就充一下 OK啦 長度 熊熊 熊熊其實跳很高 嘟嘴精靈 因為他嘟太誇張了 照片太多嘟嘴 喔 英文歌喔 這太快了唱不出來 Boom boom hit I know love It is such a funny thing I'm a mystery Oh lord Gonna get to know you more 'cause I can feel the connection 好不英文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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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Oh yeah Never let it go Oh oh No never let it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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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s straight to my heart Oh yeah Oh yeah 看不到歌 What What I know you got the feel What What I know you feeling to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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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uch a funny thing I'm a mystery Oh lord Gonna get to know you more Cause I can feel a real connection Oh Oh i got the feels for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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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can't stop in my heart oh yeah never let it go oh oh no never let it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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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this trade to my heart oh yeah i got the feels for sure yeah i got the feels for yeah boy yeah boy yeah boy yeah no i know you got the feel boy yeah boy yeah boy yeah no i know you feel it too boy yeah boy yeah boy yeah no boy yeah boy yeah no i know you feel it too you got me attention so what's your intention yeah tell me baby what's to do one look and i know you feel it for my baby a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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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the feeling by this yeah you can't store my heart oh yeah and i love it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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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god 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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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ces yeah int direct my heart oh yeah i got the feels for sure yeah i got really color n ہے Boy I Boy I Know I Know You Got The Feels Boy I Boy I Know I Know You Feeling Too Boy I Boy I Know I Know You Feeling Too Boy I Boy I Know I Know You Feeling Too 英文歌喔 英文歌喔 我會唱英文歌了 太開心了吧 雙雙應該覺得很吵閉嘴 我不知道英文門檻會過嗎 這可能要問我的英文老師 英文進步了 有嗎 有嗎 有的話就好了 一首歌 再尋找下一首歌 乒乓 這個是 貓頭豬老師 有cover過的舞蹈 我不會跳 我只是喜歡亂扭 親身都合不見 我會跳 好嗎 是 創意 老大 李 走 這個 這很可愛 my body my body somebody 還蠻好聽的很洗腦 這是熊熊的炸蝦 啊走開熊熊 熊熊熊很喜歡玩這一頭的故事 這一頭都壞掉了 我跟妳講他都不玩這個正常的地方 就是正常貓玩就是這邊 你看他都玩這個斷掉的地方 他很喜歡這裡 他會整個瘋狂 就是你用這一邊他真的是不會理你 一輩子都不理你 可是你用這邊他會直接 Woohoo! 上次有說知道 你看 笑死 笑死 速度比較快是嗎 可是這個地方被打到來很痛 熊熊等不及了 嘿嘿好可愛喔 對阿 我覺得貓就是這樣子 小販賤小販賤 熊熊在咬你 沒有 他差點把那個手機弄走 因為他拉到我充電線 南京 明天就綁藏下去上學 剛剛走的辣妹風 其實我之前就有點想要試試看走辣妹風 美式辣妹 會綁在嗎 感覺會拔掉後的髮型比較適合 昨天那個什麼 昨天蝦皮在緬運 然後送緬運券 我就買那個限時優惠 他有賣那個貓的合適的那種 貓的床 就是他可以進去還有枕頭可以燙 我就買了 然後我就想說 他就想要跟阿中到頭了 你還好嗎 他說你才還好嗎 哇 飛起來 嗚 手好臭 我有PP位 對不起我很噁心 我會問熊熊的PP 欸他把我扎下牆走了 我的 我帶他洗手 把貓貓往牆上靠 看他會不會推掉 可以試試看嗎 熊熊借我試一下 試試看啊 我會推欸 蠻聰明的 會推 哈 他不只會推他也會逃走 小熊比較愛紙箱 我覺得小熊喜歡破壞紙箱 就是他喜歡把紙箱撕爛 而且隨著他年紀越來越大 他現在越來越會撕紙箱 就是對紙箱的破壞力更長 那我覺得小熊現在好很多就是咬人的習慣嘛 就是他現在已經快四個月了 他現在三個月左右 然後快四個月 那其實他也是一個愛玩的年紀 可是他前一個月 剛來的時候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咬人 然後後來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感情跟我們好一點的話 他就不太會咬人 可是他有時候失控還是會咬下 可是輕輕的咬 就是你看他破壞紙箱的樣子 你就會知道他咬你應該是很輕的 他有在控制力道 但我是一個很大愛的人 所以是熊熊咬我 我也不會太生氣啦 我現在的目標是 把熊熊養成一隻幸福小美 小肥貓 喵喵 想要配個髮夾之類 雖然直播一段時間 可是還是想要 加點什麼 但我發現我找不到我的髮飾盒了 發生我 她招待紅狗 一旦 你不太在家 我看我的運動褲原來在這兒 我有點早 欸 雪雪剛才叫我E3開 欸咻 我靠著 嘿 降落 這什麼 蝴蝶 呵呵 愁死 不要再偷關我音樂了 蝴蝶 熊熊 怎麼會有一個三元怪的頭在裡面啦 而且這根本不是法式 它就是一顆頭 超詭異的欸 它可以用的炒出來 額頭快露出 啊 不行 嗯 嗯 勾不進去 這道笑 沒有關係欸 沒有關係欸 嗯 還是這個要放這裡 花花世界 啊 啊 笑死 那顆在哪 我現在很怕小東西掉地上 因為不知道熊熊下一秒會撲過來把它吃掉 後來我看過熊熊是不太吃衣物的 可是還是會害怕 蛤 瞎眉感 美劇瞎眉啊 這樣 我現在就是在 模仿 好花喔 這麼多東西 就快變成感覺好像這個髮型好像很難綁一樣 那其實這個髮型很好綁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蝴蝶 就是 我們還有兩隻蝴蝶 可以 別 不知道怎麼別 就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是要把它 騰出一點空間 太多了 太多了 對 幫幫糖跟滑板 我幫幫糖 好 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爸 我爸去 我爸去南部回來以後 就帶了這根給我 真的這顏色超醜 就是醜到沒有辦法拍照 所以我就 沒有拿出來 用也沒有拿出來吃 他好歹給我買那種紫色還是什麼藍色粉紅色幫幫糖 他給我買這個綠色加紅色 這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是 超傻眼的 這 三眼塊給我放在這 漂亮喔 可愛喔 萌 很萌 還真的有 對啊 爸爸品味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放這 就是 他跟這個黃色應該要離開這裡 對 這兩個大的 要夾在這 可是藍色太多了 那在這裡 好多東西 那蝴蝶有點失控 蟲飛 對 然後這個 他們兩個應該要就是這樣子分佈 欸 等一下 好 看 熊熊在吃不能吃東西 乾淨 神四波的運顏色 這綠色的有嚮到吧 他另外一個顏色是 紅色欸 我還有兩個的東西可以綁在這邊 ние 我們加冕儀式 這感覺頭很重 真的 很重 很重 這樣就夠了 蓋一下 把那個標籤撕掉 我怕怎麼會覺得我會喜歡這種東西 我都幾歲了 欸!標籤好像撕太掉了 他是成年標籤的 阿!標籤撕不掉 不然就把它拆掉了 填個兩口放到冰箱裡 但我應該下播才會吃 欸!不知道他會不會黏在包裝紙上 欸!沒有 欸!他打開以後裡面還有一個包裝紙 喔!還不錯欸 就 超醜阿!他完全不能跟我頭髮配色 他是一個醜到爆顏色 我是九月生血 大家好我是九月生血針 看像P的環色 我再去買一個新的就好了 感覺大家下播又可以拍個照片 紀念一下 妳在幹嘛呢? 配來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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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你在幹嘛 配來乒乓 配 flooded 配來乒乓 配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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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們 今天最後來彈個吉他吧 想不到吧 我要頂著這顆頭彈 沒有喔他現在沒有在睡覺 我們有老他喔 好 哈雞尼娜魯 唱貓的保安那一首 熊熊 該報恩我了吧 我給你吃肉泥耶 好 忘れていた目を味で 取り戻せ恋の歌 青空に隠れている 手を伸ばしてもう一度 忘れていてすすぐ側に 僕がいるいつの日も 星空を眺めている 一人きりの夜明けも たった一つの心 悲しみに暮れないで 君の為に生きなんて 春風に変えでやる 日の明る 日の明る 坂道を 自転車で駆けのぼる 君と失った思い出 乗せてゆくよ ラララララ 君と見つけた幸せ 花のように 忘れていた窓を開け 忘れていた窓を開けて 走り出せ恋の歌 星空に抱くしている 手をかざしてもう一度 忘れない様子 忘れない様子 空に 君がいるいつの日も 星空に輝いてる 涙揺られ壊すの ただ一つの言葉 この胸に抱きしめる 君の為に僕は今 春風が吹かれている 日の上がる坂道を 自転車で駆けのぼる 君と誓った約束 乗せてゆくよ ララララララ 口ずさむ 唇を染めてゆく 君と出会えた幸せ 祈るように みんな 日の上だる 坂道を 自転車で駆けのぼる 君の誓った 約束乗せてゆくよ ラララララ 口掴む唇を染めてゆく 君と出会えた幸せ 祈るように 君と出会えた幸せ 祈るように 君と出会えた幸せ 小熊! 你在幹嘛? 他一言就是 幹嘛? 幹嘛? 我沒幹嘛? 他把我的髮飾盒弄掉了 懲罰! 跑掉了 懲罰 你要露臉第二次 他一秒都不愿意分給我 一秒一秒 順便打個 想要幫忙 啊 你走開 小熊你走開 小熊你真的很可怕 你到底想幹嘛? 小熊你 哇你真的跳過去好恐怖 你看那新年的日語版嗎? 那新年的日語版 還好沒有抓下去 他不會啦 貓的主人都把他這樣講 不會啦 我這樣貓很乖啊 不會啦 然後就 手 大家都穿長袖 先開 全都是傷痕 欸 你把眼光用在地上 那個還好 一秒一秒越跳 天啊 小熊你好失控喔 有日語版的 真的喔 有日語版的 有日語版的 真的喔 不要咬我的直播燈 熊熊 你超鬧 你超鬧 齁 這首歌 好久沒彈 欸他炸毛耶 好好笑 我沒有聽過日文版耶 我超直接忘記這首歌 Everyday Everyday night 君を表 表 ばかり で どうに 叶え そう なんだ 啊 啊 啊 ほんの 少しも 躊躇 未來に立ち止まって 愛の痛みを 知り 聞いたよ 今 時を 止める さ 他 僕に たくに できない この ガール 花束の代わりに メロディを抱きしめる代わりに この声を いつも遠くから君を見ていた でも今日は僕を見つめて ただ一人守るだけの強さが 僕にもあるとするなら Oh baby 君を 君だけは守りたい この手を握ってくれる君 君を愛するために 僕は生まれてきないよ 花束の代わりに メロディを抱きしめる代わりに 最後の声を 優しだった目で 君じゃなきゃ誰さ だから僕は僕を見つめて もう誰にも 僕を語れはしない 君がいれば 君がいれば 他に何もいらない 愛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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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已經吃過肉泥了 僕は生まれてきない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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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束の代わりに メロディを抱きしめる代わりに この声を いつも遠くから 君を見ていたら でも今日は僕を見つめて 遠くじゃなきゃダメで 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さ だから今は僕を見つめて 今夜だけは僕を見つめて エーエーエー 我手を 僕が歌到 ヽ 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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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不給你吃第二條了 本來就沒有第二條 一天只有一條 不然他會胖死 我跟你講 他超胖 他是胖子 胖熊熊 喔 索索剛剛畫到 小心喔 我要小心啊 欸 生日會隔天是萬聖節 你是在給我們點子嗎 這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點子 反正生日會有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想一下要穿什麼 大家要來的人 買長刀票的人 也可以想一下要穿什麼 那我們來念今天的拍名 謝謝大家 他有聞我的吉他 好 接下來第十名 謝謝米酒 謝謝米酒 謝謝 小榮過來 第九名 謝謝安 謝謝安喔 謝謝你 再來是第八名 第八名 謝謝小翔 謝謝小翔 謝謝 第七名 謝謝好多組織 朱立恩 謝謝朱立恩 接下來是第六名 謝謝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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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 謝謝浩瑩 謝謝浩瑩 再來是第四名 謝謝李冒頭 謝謝李冒頭 謝謝 接下來是前三名 第三名 謝謝中瑩 謝謝中瑩 謝謝 第二名 謝謝RTY 謝謝RTY 謝謝 接下來是第一名 謝謝 謝謝 小翔在彈吉他嗎 不要咬那個 小翔 謝謝阿正 謝謝 小翔在彈吉他欸 好想錄喔 小翔你好厲害喔 好的 那我們下禮拜直播見 然後 對 就是跟大家再次宣傳一下 我們十月的活動 如下 我們十月首先就是 要搶生日會的票啦 我們的生日會是在三十號 十月三十號舉辦 那我是在晚上的B場 所以大家 可以來B場參加我的生日會 我們也是舉行線下 所以是可以到現場參加的活動 那再來就是十月的公演 那公演的場 公演的售票 相請目前是還沒有出來吧 然後 也是就是跟大家宣傳一下 因為十月就是確定還會有公演這樣子 所以十月還有reset公演 大家可以參加 耶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十月十五號的重大日子 就是我們的舞單發行 我們的首張原創單曲 一秒一秒約好 將在十月十五號發行 MV也會正式上線 所以就請大家好好期待 發行的日子 跟MV的上線 然後我們的新制服已經釋出了 還有我們的封面圖已經釋出了 就是在我們的官方網站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詢就是 臉書或是IG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 第一名是不要咬那個 學兄不要咬那個 好啦 那我們下次直播見 大家掰掰 晚安 學兄 說個晚安吧 他在撈那個吉他裡面的洞 掰掰 我剛剛把影片拍起來 我剛剛把影片拍起來